贵州前夕南州的新人市是我国主要的一人米产区和精深加工基地之一 这一段时间新人的一人米进入了成熟期 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在现场发挥的报道 我现在就来到了贵州省新人市茅平村的一人米标准化生产基地里 大家可以看在我周围生长的这些农作物呢都是一人米 它们都是新人本地的原生品种 一共有500多亩 放眼望去一片片的一人米在山地间不断地延伸着 黄绿香间中呈现出一片丰收的景象 其实呢现在新人市种植的29.5万亩的一人米呢 都已经进入到了收割的时节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几台一人米收割机呢 都是今年第一次投入使用的 它们都经过了适当的改装和变身 那主要改装的部位呢就是前面的收割台 以前的收割台呢是旋转式的 这样在收割的过程中呢就会有一定的损失率 现在呢变成了叉式的 我们可以看到收割台像个大叉子一样 这样就可以把一人米吸进去 减少它的损失率 像这样改装后的一人米的收割机呢 从收割脱力筛选装袋到截杆环田一气呵成 每台收割机收割一亩地大概只需要十多分钟 以前用人工收割的时候呢 一亩第四个人大概需要一天的时间 所以机械化收割与人工相比 它的效率提高了120多倍 在兴人市中植一人米的地区呢 已经打造了3.7万亩的标准化基地 小小的一人米已经成了当地人们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小小的一人米的地区呢